大家好,我是莉莉,我今天读一个长城,就是有关长城上基本的一些东西,听听吧 长城,远看长城,它像一条长龙,在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盘旋 从东头的山海关到西头的驾驭关,有一万三千多里 从北京出发,不过一百多里就来到长城脚下 这一段长城修筑在巴达岭上,高大坚固,是用巨大的条石和橙砖铸成的 橙枪顶上铺着房砖,十分平整,像很宽的马路 五六匹马可以并行 橙枪外延有两米多高的橙牌的朵子,朵子上方有房型的撂网口和射口 拱料网和设计用,城墙顶上每隔三百多米就有一座房型的城台 是同兵的堡垒 打仗的时候,城台之间可以呼响呼应 站在长城上,踏着脚下的房砖,拂着墙上的条石 很自然的想起古代修筑长城的劳动人民 单看这数不清的条石,一块有两三千斤重 那个时候没有火车,汽车,没有起重机 就靠着无数的肩膀,无数的手 一步一步的抬上这陡峭的山林 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才凝集成这前不见头,后不见尾的万里长城 这样,气魄宏伟的工程,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契机 好,如果你们喜欢就帮我点赞,订阅,还有分享吧 好,谢谢,bye